前驻日代表许世凯今天举办了新书发表会 包括了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还有前立委蔡同荣 以及独派大辽郭关明等人都来捧场 蔡英文胜赞许世凯是无人能够批敌的知日外交官 而蔡同荣也夸许世凯寻经历 足以参选总统 前驻日代表许世凯又有新书发表 谈他如何以台湾认同做外交 但看到现在的台日关系 许世凯难免忧心 许世凯从休学时期就看日本学校不解之缘 曾在日本大学任教近三十年 不只积极经营台日关系 还因为参与台湾独立运动被列为黑名单 新书发表会上 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特地献身 为这位前辈加油打气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找不到可以跟他能够批敌的我们的知日外交官 前立委蔡同荣也对许世凯赞议有限的 一场新书发表会不只看到作者内涵 也感受到他的人气 民事新闻才被划成威瑜台北报道